大家好,现在卢江县科坦镇 今天重点去看一下游方村的游厂 小的时候老爸在那里炸油 我就在那里面玩 炸花生油,炸菜籽油 真的是童年的回忆 走,我们过去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水库大坝 哇塞,这个地方真的是群山环抱啊 这个下面是不是可以停直升飞机啊 顺着这个路我们去找游厂 这边有个牌子上面写着分水村游客中心 就在我的右手边 从小到大就听说过分水 分水村 我直到今天才看到了这个地方 可能以前从这里路过过 只是没有,不知道 今天看到这块牌子我才知道 原来分水村就在虎瓦水库的下游 走,我们继续去寻找那个老油厂 从上面下来了 就在这条大路的旁边 然后周围还是很多的山啊 因为我们老家就是山多 看一下,正前方的那个房子 那里面就是油方了 那里面就是以前炸油的地方 旁边的这栋房子应该是后来建的 然后你看一下我们老家茶叶也是 特别特别出名的 在安徽嘛,到处都是茶叶 等到春天的时候这个茶叶 你全都是采茶 采茶的人特别的多 走,我们看看那个能不能进去 我看他的大门口是开着的呢 我刚才路过的时候门是关着的 已经走到油厂的门口了 这上面写着虎洞生态旅游区 我们整个镇上最大的生态区 就是虎洞水库那边 之前已经拍过了 这上面写着是木炸油方 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又名插花间油方 是合肥仅有的一家手工制作的油厂 本地原村的名字 因此得名油方村 当地生产菜籽油 芝麻油 大豆油 我记得也炸过花生油 小的时候老爸在这里干活 然后我就在那里玩 他把那个炒炸油的原料 把它制作成一个油柄 大概有那个碾盆那么大 然后把它叠在一起二三十个 然后有一个很粗的木桩 大概有差不多和这个树 差不多这么粗 大概有三四米那么长 就对那个叠在一起的油柄进行冲撞 就是纯手工的冲撞那个油柄 把油炸出来 所以说这个我现在仍然记得是那么的清楚 看看能不能进去参观一下 已经进来了 这里面这栋房子才是最古老的那栋 从我记事起这个房子就在 看一下这个边崖器啊 这个边崖器少说也有五十年以上的时间了 上面写着柯坦油厂台区 出来了 我们还是看看外面的这个茶厂 因为它这个地方现在还是每年都在榨油的 现在这个里面也是有人在值班的呢 所以说这个老油厂真的是三百多年了 我以为它现在不榨油了 没想到我刚才和你们大叔聊天了 他说还每年都还会榨油呢 那真的是太厉害了 这边还有一口很古老的水井 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以前这个地方它没有这个亭子 也没有像这样的楼梯 它就是以前那个口有现在的七八个那么大 我们下来看一下 它现在是应该是重新的把它就是修了一下 口变小了 以前那个口有这七八个大 我都记得 就是当地村民吃水的话 就会导致你来挑水 我们老家以前也有一口那个水井 水井它冬天水都是温热的 现在都是全部通了自来水了嘛 通了自来水 那个自来水从哪里来的 就是那个我之前说的那个虎洞水库 就是从那里引过来的 整个柯坦镇乐桥镇都要从我们虎洞水库那里抽水 供应好几个村镇 所以说那个虎洞水库的话 现在成了一个我们这里的水源地了 我们家门口几个大的像这个油厂 还有那个粮站 还有茶厂 这三个大的地方都是童年时期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 所以说这次回来正好有时间 基本上我把这几个地方全部都走到了 茶厂去看了 油厂也看了 就在这两个地方都在一起很近啊 油厂和茶厂 还有我们镇上的那个粮站也去看了 那个粮站就是小的时候 我们村上种的水稻全部你就是你要卖的话就会到那个粮站去卖 所以说那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就是他们是生意最热闹的地方 像现在的话那个粮站肯定是不像以前 现在粮站估计都停了 这个油厂还在工作 茶厂还在工作 因为现在种水稻的也比较少了嘛 所以说今天正好 路过了这个油厂 那是一定要过来看一下的 居然还在那里 每年还在榨油 三百多年历史 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行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下集见